搬桌椅將身材工具搬進車子內 夜市空空蕩蕩 該擺攤的時間幾乎都沒有人出來 檯位上有些還鎖著鏈條 而另一邊貨櫃攤商也都沒有人 這也是台南去年新成立的大一夜市 因為土地登進項目不符規定 被市府要求暫停業 警方跟著台南市場處近期 前往夜市開單 大夜市位在南訪購物中心對面 該地段屬於蛋黃區 土地出租委國防部 業者以大一貨櫃商店街的名義申請 但申請沒或許可 6月15號遭到熱力停業 不清楚耶 13號吧 這禮拜開始 尋求解套希望能就地合法 據經濟部統計 今年1月到4月 全台灣列館的夜市高達164個 其中光是台南市就坐擁48個夜市 等於每3萬多名台南人 就擁有1個夜市 打開台南地圖夜市密密麻麻 東區有大東夜市 中西區有五勝夜市 北區有花園夜市 還有大大五花大五花 這句順口六 標示出天天都有夜市可以逛 開桌啦 開桌 白去就 覺得分斷就比較沒那麼好做 談論夜市有二七處 沒有取得合法執照 有些夜市 因為土地無法座位 攤販集中地 還可能是農地 難以合法化 包括知名的大東夜市 也在內已開出三張法單 21家業者取得夜市許可 未來我們市場處 也將持續輔導 以取締為規並重 是以我的話 我會選擇一些比較大 比較知名的夜市去逛 不知名的 因為它可能也 政府也不合法 那這個東西 我就不會去選擇 公共人口快速成長 從夜市口訣 大大五花大五花 最好可以知道 夜市成為台南觀光指標之一 但拼經濟同時 合法經營也相對重要 三星星 王少女 現在台南也採訪不到